无国与无民 作者林语堂 播音 庄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章 中国人民 一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 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 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 此等人物及其形式毕竟最使无人感到兴趣 当无人想起马扣斯·奥里洛或吕善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 又或想起弗朗古·维龙便知适当中古时期 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 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 也很明了 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 还不如称为约翰逊时代来得有意义 因为指烧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 他所常出路的伦敦司法学院怎样 他所常与交谈的友记怎样 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 设时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明不足道之一人物 或以普通伦敦市民 其一身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无人经事者 然以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无人之兴趣 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 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 狭里补灯茶也好 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 毫无特色可言 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 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司法学院 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 反映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无人 他们的优越之天才 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 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 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 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 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异地而处 则不会有什么特征可以发现 是已在伟人的生命中 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 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 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 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 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各个都是索夫卡利 而伊丽莎伯时代的英吉利 也不能到处撒拨培根和莎士比亚的种子 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夫卡利 博里克里斯 阿斯佩西亚 寥寥数人 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 盖无人尚须想及索夫卡利的儿子 常以家务纠纷 控诉乃妇 更须想及亚里斯多芬同时代的人物 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 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 而却是终日狂饮 饕餐 唯以罪宝为物 争辩纷纭 绝变狡猾 唯利是图 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的典型 唯利是图 诈绝多变之雅典人性格 有助于无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 所以颠覆之力 是如伯里克里斯与阿斯佩西亚之史 无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 唐个别的加以评价 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 但唐以集体来观察 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 致为宏大 是以过去的时代 已无法将他们公仪改造 知现代国家中 所谓普通人民 故未长一日与无人虚于理也 安得以等闲适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 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 所谓中国人民 在无人心中 不过唯一笼统的抽象观念 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 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 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 体格上 习惯上 大抵异于北方人民 是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民族 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 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 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 因而在专制地政统治下 更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 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 文字 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 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 中国文化之融合性 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波值 而童话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 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 虽欧洲今日有求之而不得者 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 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挫杂之甚 一个欧洲籍人唐语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 虽略费麻烦 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 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职事业逐渐扩展 其大部该获著于书写之文字 此乃中国统一之显现的标志 此种文化上之童话力 有时令无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民族歧义 血统歧义之存在 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 而浮现出以种族不同之印象 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 虽然有痕迹可循 假使乌门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 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 那时立即可使乌门感觉 二者不同性之存在 因为一方面 乌门有北方人民 他们服气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 各自结实高大 筋强力壮 性格诚恳而便吉 喜淡大聪 不辞其臭 爱滑稽 常有天真烂漫之态 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 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 脑筋来的保守 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退 如不慎关心者 他们便是河南全匪 山东大道 以及篡征皇位之五人的生产者 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 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 战争与狭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寻杨子江而至东南海岸 情景便迥然不同 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义 他们习于安逸 文质彬彬 巧作乍尾 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 爱好优雅运势 静而少动 男子则润则而矮小 妇女则苗条而鲜弱 燕窝莲子御碗金碑 烹调其滋味之美 饮食享蜂窝之乐 冒迁有无 则清明伶俐 执己贺歌则退缩不前 诗文优美 俱天赋之常才 临敌不斗 胡妈妈而薄仆 当清廷末迹 中国方秉析于达达民族盘踞之下 习其诗文美意渡江而入世者 故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赴南下而至广东 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 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 显而易见 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 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 赴事业精神 少挂虑 豪爽好斗 不顾情面 挥金如土 冒险而进取 又有一种奇俗 盖广东人 由承受着古代石蛇土民之遗传性 故事石蛇 由此可见 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 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印 至汉口南北 所谓东中部分 居住有狂躁咒骂 而好诈之湖北居民 中国像有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老之俗艳 盖湖北人精明强悍 颇有胡椒之辣 油不够刺激 尚需报之以油 然后煞饮之盖 故辟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至湖南人 则永武奈劳苦 乡君故以闻名全国 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 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 与科学时代 硬是极地之世子 被遣出省服事之结果 自然而然 稍稍促进一种人民之混合 省与省之差异性 乃大见缓和 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 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 即北方人长于战斗 而南方人长于贸易 历代创业帝王 即从无出自大疆以南者 相传十米之南人 无辅拱登龙座 只有让那淡嬷嬷的北方人来享受 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 如唐州二代的创业帝王 出自甘肃东北部 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 该抹不起字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 靠近龙海铁路 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 南部河北 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 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 唐以龙海铁路为中心点 他的附近距离不难测之 汉高族起于沛县 斩现在之徐州 晋氏十足起于河南 宋氏十足起于南部河北之桌县 明太祖朱宏武 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 除了蒋介石将军出于浙江 他的家族朴系尚代考 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 也以龙海铁路为中心点 山东产生了吴佩福、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 河北产生了旗谢园、李景林、张之江、陆中林 河南产生了袁世凯 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 江苏不出大将 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 50年前 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 这个好像是例外 但士族已证明上述之定律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 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 但他继续出生于长江之南 是以石弥者而不是淡嬷嬷者 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因为显贵大臣 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 因为开创帝王这种工作 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利豪放的态度 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 要有爱好战争 不厌劳动而善于自立的天才 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 直至大局底难面称皇 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实有用于他 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 与柔忍训良之南方 二者之一点 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 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 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 立刻发掘其决然不同之差异 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坑枪 乐器用基柱府搭板而贺歌 音节高而嘹亮 颇类瑞士山中木歌 歌声动则回风起舞 似在山巅 似在旷野 似在沙丘 另一方面 则有那丹安银翼之苏州的低音歌曲 其声调乌叶哽哀 似常态息 似酒困哮喘病者之身吟 因其勉强哼须而呈颤抖之音律 其从寻常对话中 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观化 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 令人愉悦 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叠叠所语 多圆唇圆音 异扬波动 其着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 而图托长旗柔月婉转之坠音 已电于锯末 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 曾有一段有趣故事 据说一次有一位北极军官 常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 当这位军官大声贺令 开步走的时候 全体士兵屹立不动 屡次贺令军属无效 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计 其连长系久居苏州 其余苏俗者 乃丙请军官准其令字发令 军官准之 连长乃一反军官之 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 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 开步走内 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奇异的色彩 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 尤为浓厚 当时中国北部初次经达大民族之蹂躏 汉人之有兽教育者 相帅渡江而南下 至此时 抒情诗方黄于南朝 而南朝统治阶级 颇多为抒情诗能手 民间附通行一种体材 别致之恋情小曲 名为紫叶歌 把这种热情的小诗 与北方新兴的 富有朝气的质朴诗 做一对比 二者情调之奇异 是深刻而明朗的 无闷且看那时候 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男宋之际又有一种 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 的抒情诗称为词 其内容大抵描写 妇女之深归幽怨 秀踏商春 或则引勇 戴眉粉夹素抹浓妆 或则引勇 红竹珠兰 思维锦平 道相思之苦 热恋之情 红竹自怜 无好记 夜寒空替 人垂泪 喜弯浅代 长长眼 其忧韵多似此类 人民而习欲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 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 故为自然之结果 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字 荒凉北方之景色 而不加润色者 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穷炉 拢盖四野 天苍苍 地茫茫 风吹草低 现牛羊 看他一首小诗 倒是魔力非凡 相传一位北朝的大将 竟能借此短短数据之力 于心败之余 收集于众 激励将士 使军心覆阵 因能重整击鼓 杀回战场 下面又一首小诗 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 乃用其新构之宝刀 其情绪风格 是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心脉五尺刀 玄柱中梁柱 一日三摩梭 差于千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 更见雄壮 遥望梦金河 杨柳玉婆娑 我是胡佳儿 不解汗儿歌 剑儿须快马 快马须剑儿 必把黄尘下 然后别雄词 像这样的诗歌 南方北方作品的内容 与技巧之完全不同 对于无人今日研究 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 南北二大血统之一同上 有很大贡献 值得无人玩味 无人于此 更可进而了解 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 习于户内生活 缺乏普遍运动 而能不追踪 埃及 罗马 希腊之后尘 而退化 而崩溃 然则中国 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进民党 先生 先生 agency 先生 先生